大家好,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关于古罗马、伟大政治家和哲学家西塞罗的论议论。 这是西塞罗的最后一部作品,他将毕生对伦理道德的思考写进书中,教导儿子如何履行道德义务。 这本书对于我们了解古罗马价值观以及西塞罗伦理思想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思考道德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 西塞罗是罗马共和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修辞家和哲学家,无需过多介绍。 作为一名政治家,他被选为罗马最高行政长官和执政官。 在任期间,他以杀法果断的手段粉碎了卡提林推翻罗马共和国的阴谋,被誉为共和国之父。 作为一名修辞学家,西塞罗以一己之力提升了拉丁文整体水平,塑造出了雄浑典雅的拉丁撒。 文体范式 作为一名哲学家,他通晓古希腊各大哲学流派,并将许多希腊文哲学著作翻译成拉丁文,实现了所谓拉丁语哲学的伟大成就。 他创造的许多拉丁语哲学术语,至今仍保留着,比如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本质伦理学的核心概念,道德政治学中的核心概念,共和国都是西塞罗创造出来的。 那么,西塞罗说完了,我们再谈谈义务。 西塞罗62岁时写下了这本书,也是他最后一部作品,写给儿子的长信。 当时,他的儿子21岁正在遥远的雅典学习哲学,他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家克拉提普。 在这封信里,西塞罗告诉他,他的儿子要学习,要把他的一生都用在哲学和政治上。 从梦中学到的一切都尽可能解明恶药地告诉儿子,尤其是告诉他应该如何生活。 在信中,西塞罗总结了自己的学术理念,回顾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讲述了自己的父亲和父亲之间的感情。 因为是为儿子写的,所以西塞罗并没有在理论上做太过专业的探讨,而是将重点放在了如何做人,如何行事上。 西塞罗在书的结尾处说,他希望能早日与儿子面对面地谈一谈哲学。 但是,命运总是捉弄人,西塞罗写完书还不到一年,就死在了他的政敌马可·安东尼手下。 这封信也成了父子离别之作。 每一没想到这里,我都会对这本书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 好吧,到此为止。 这些背景。 下面,我将分四个部分来详细解读。 前三部分分为三部分,分别介绍了《论义务》中所讨论的三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我们应该坚持的道德义务。 用西塞罗的话来说,正义是一切道德之根本。 第二个主题是如何获得利益。 西塞罗认为,利益应该来自于爱,而不是恐惧。 第三个主题是道德义务与利益的冲突。 西塞罗的回答是不会有冲突的。 这是为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在讲完了关于义务的三个主题之后, 我将在音频第四部分讲一讲这本书在历史上产生的巨大影响。 好吧,让我们先谈谈关于义务的第一个主题, 看看西塞罗认为我们的道德义务是什么。 我在这里要澄清一下, 其实西塞罗这本书的名字并不适合翻译成论义务。 比如说,我们要赡养父母, 但如果我们要履行公民义务, 那就谈不上道义了。 西塞罗所说的义务, 指的是道德, 道德上的义务, 或者应该做的事情, 并不是无条件的。 就道德义务而言, 西塞罗继承了柏拉图所确立的四大美德, 智慧、正义、勇敢和节制。 西塞罗认为他们是我们的基本道德义务。 但是,有趣的是, 西塞罗改变了希腊哲学家对这些美德的理解, 使之更适合于罗马。 环境 在西腊哲学家的眼中, 第一种德性智慧, 及对世间万物的理性探索, 是最高的德性。 西塞罗虽然对希腊哲学很熟悉, 也认为自己是柏拉图学派的传承者, 但他始终是一位罗马政治家, 他继承了罗马政治家们对希腊哲学的普遍戒备。 西塞罗认为单纯追求知性满足并非最高德性, 他批评了许多希腊哲学家所提倡的消极避世思想。 西塞罗试图颠倒理论研究与政治活动排序, 将政治活动置于首位, 认为投身于探究真理而远离公共事物是违背道德义务的。 对哲学价值的判断, 总是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公众生活。 当涉及到公共政治生活时, 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其中。 第二个德性正义, 西塞罗讨论过, 正义与政治生活密不可分, 是西塞罗思想中最核心的美德, 也是其他道德义务的基础。 西塞罗也将正义的范围扩大到希腊哲学家所讨论的范围, 包括公正与慷慨。 西塞罗认为, 正义有两个基本原则, 一是不伤害别人, 除非对方是第一个造成伤害的人, 并且尽可能地帮助别人。 另一项公正原则是促进公共利益。 西塞罗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尽管他承认父母、子女、亲友之间的关系可能更加亲密, 但他们中没有一个比国家更重要, 因为这个国家可以包容一切爱与情感。 是,如果牺牲自己的生命对祖国有益, 那就应该义无反顾地选择牺牲自己。 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罗马人那种 把国家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高贵气质。 西塞罗在讨论正义时, 反复强调的主题是人和动物的不同。 人的特点是用语言和理性去解决争端, 尽量用说服、调停的方法, 不要轻易使用暴力或欺骗。 西塞罗说,胜利是兽性的, 不管是暴力还是欺骗, 暴力是狮子,欺骗是狐狸。 相比之下,狐狸的欺骗更可耻。 众所周知,罗马人好战, 但西塞罗主张战争永远不是目的本身, 而是为了和平。 罗马人看似好战, 实际上却是为了给世界带来和平。 西塞罗在书中提到了许多有关战争的道德义务, 这是关于正义战争这一主题的第一次理论反思。 比如西塞罗, 他认为战争是为了和平, 而不是为了自己的野心。 他强调, 在进行之前必须发出警告, 并提出和平条件。 如果不能达成协议, 那就开战。 再多的胜利者也不应该赶尽杀绝, 而是要尽可能地宽容。 比如罗马征服后, 通常会授予被征服地区的人民作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敌人太过残暴, 那么就应该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 正如罗马彻底铲除加太极一样。 讲完了正义, 再来说说第三种美德。 西塞罗还在希腊哲学中扩大了勇气的范畴, 把希腊人所说的勇敢结合起来。 勇敢通常是指在危险面前保持镇定和自信。 豪曼则更多地说, 他对荣誉的态度使他配得上伟大的荣誉。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 正义是四德中的根本。 西塞罗要求勇敢首先必须服从正义的要求, 极不主动伤害他人, 同时也要为公众利益服务, 否则勇敢将沦为野蛮人。 西塞罗在讨论豪迈这义德性的要求时, 更多的是笔墨。 人们并不在意金钱、地位等外在的东西, 他们只会选择符合道德义务的事情。 不屈服于感情, 不屈服于他人, 不屈服于命运。 豪迈的人要做伟大的事, 为别人做好事, 不惜劳累, 冒生命危险。 再见。 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 最能体现英雄气感, 因为这样才能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在这里, 西塞罗满呆地谈到他拯救共和国的功绩, 并以此纠正人们对战争胜利的偏见。 西塞罗认为, 与共和国的叛徒开战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而不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说到豪迈, 西塞罗说了一句话, 深深打动了我。 他说, 很多看起来很豪迈的人太看重自己的羽毛了, 不容许损害自己的荣誉, 甚至不惜把国家利益置于危险之中。 西塞罗就是一个例子, 斯巴达将军卡利克拉提达斯, 他在波罗奔尼撒战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拒绝撤退, 贸然与雅典舰队开战海宣称, 如果失去了这支舰队, 斯巴达还可以重建, 但是一旦失去了他的荣誉, 他就再也无法挽回了。 虽然这句话听起来很豪迈, 但是这位将军为了维护自己的英雄气概, 把自己和整个斯巴达舰队都搭了进去。 在西塞罗看来, 这绝不是一个真正豪迈的人该有的表现。 相反, 为了更大的利益而不顾名誉损失, 才是真正的豪迈。 在第二次布尼战争中, 昆图斯·马克·西姆斯是罗马将领, 他不顾家太极将领汉尼拔的威名, 毅然采取拖延战术, 拖垮了汉尼拔。 正所谓能屈能伸, 才是真正的男人。 好吧, 在智慧、 正义和勇气之后,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美德的节制。 西塞罗再一次扩展了希腊人的节制观念, 所谓节制主要是控制肉体欲望, 但西塞罗所讲的要宽泛得多。 他从拉丁文中借用了一种审美的词语, 来描述这种性格。 这个词涵盖了所有恰当的行为举止, 包括对自然禀赋的尊重, 选择合适的职业, 公开场合和私下场合讲话, 还包括穿什么衣服, 住什么房子, 看什么喜剧。 从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教导中, 我们看到了西塞罗对他儿子寄予厚望, 希望他将自己的一切都倾囊相受。 好吧, 这是关于义务的第一个主题, 西塞罗重点谈到了我们的道德义务和每一项义务, 对我们有什么要求? 他虽然围绕希腊人所提出的四大美德展开讨论, 即智慧、正义、勇敢、节制, 但每一种美德的含义和范围都做了调整, 以适应罗马社会, 尤其是降低哲学智慧, 扩大其他三德的范围。 西塞罗特别强调, 正义是一切美德中的核心。 接下来, 我们来谈谈义务的第二个主题, 即如何追求利益。 西塞罗同意大家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 这是无可厚非的。 但他再次强调, 追求利益也要受到正义原则的约束, 即追求利益不能伤害他人, 同时又要着眼于公共利益。 作为一名政治家, 西塞罗考虑的不仅仅是个人的金钱荣誉, 而是如何赢得政治、权利。 正是在这里, 西塞罗曾说过一句名言, 消除恐惧, 保留爱。 这样, 我们就可以在公司两方面都获得成功。 这个短语可以概括为, 用爱来获得利益, 而不是恐惧。 西塞罗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在他看来, 爱比恐惧更能使人们团结在一起, 坚定地敢为罗马共和国。 西塞罗特别反对暴君, 他认为暴行会带来恶性循环, 因为恐惧会使人憎恨, 而且为了避免仇恨变成反抗, 暴力只能进一步升级。 西塞罗以暴君迪奥尼修斯一世为例, 在古希腊城帮叙拉古。 伯拉图曾经试图说服迪奥尼修斯成为一位好的君主, 结果却惹恼了他。 要不是朋友帮忙, 迪奥尼修斯把伯拉图当奴隶卖了, 拯救我们可能会失去这位伟大的哲学家。 西塞罗说, 迪奥尼修斯生活得很悲惨, 因为他充满了恐惧。 他害怕理发师会用剃刀来伤害他, 所以他只能用烧红的木炭来取暖。 虽然他很爱妻子, 但是他也怕妻子对他不利, 所以他每次都会带着蛮族士兵在前面开路, 搜查卧室之后才赶进去。 但是即便如此, 他还是死在了妻子的手中, 因为妻子怀疑他有小三。 许多这样的例子足以说明任何权力 在恐惧的重压下是无法持久的。 相反, 如果能够赢得人民的爱戴与善意, 政治家或统治者便能安心行使权力。 那么在西塞罗看来, 怎样才能赢得人们的好感呢? 他的建议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是依靠政治, 另一件事就是为人民谋福利。 政治家们的成就包括表现出正直, 勇敢的品质, 不会在乎快乐, 痛苦, 辛劳, 死亡和金钱的腐朽, 在日常行为中表现出诚实, 节制, 温和, 口才和能力, 这些都能给他们加分。 西夏罗也提到了苏格拉底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那就是通往荣耀的最佳捷径。 你希望别人怎么看你? 你就是这样的人。 你希望别人认为你是正义的, 勇敢的, 诚实的。 那么你就是一个正直, 勇敢, 诚实的人。 那些妄图通过伪装, 表演来蒙混过关的人, 无一例外都是惨败。 政治家们还可以通过使罗马人民受益, 赢得他们的爱戴和忠诚, 从而永远保护人民的财产。 当他们贫穷时慷慨, 当他们需要其他帮助时, 最好能亲自帮助他们。 好了, 关于义务的第二个主题, 我已经给你解释完了。 在西塞罗看来, 在正义的约束下, 追求自己的利益是没有错的。 当涉及到政治利益时, 他认为恐惧只是一种 非常糟糕的策略, 只会让恐惧升级, 让自己崩溃。 政治家或统治者, 要靠自己的成就和为人民谋福利, 赢得人民的爱戴, 才能享受到更多的保障。 西塞罗对政治家们的忠告, 对所有需要合作的人类社会, 都是适用的。 比如说, 管理一家公司, 是要给员工带来恐惧和压力, 还是要让员工对领导充满爱戴。 不同的做法, 肯定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好吧, 那就再见吧。 说完了道德义务和个人利益之后, 我们再来讨论第三个问题, 道德义务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吗? 我们通常认为, 道德与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 而自私又是一种不道德行为。 但是, 西塞罗并不认为这两者有什么冲突,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任何道德上的正确, 即有利的, 有利的, 有利的, 都是道德的。 做一件符合道义的事情, 对自己的利益也是最有利的。 如果他们之间有矛盾, 那只是表面上的冲突, 因为人们不能认清自己的利益, 或者把金钱、 地位等庸俗的个人利益看得太重, 而忽略了道德义务。 归根结底, 我们总是把道德义务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个人利益的追求总是受到道德义务的限制。 考虑到之前的两个问题, 西塞罗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意外, 因为西塞罗认为, 每个人都是共同体中的一员, 必须与他人共同生活。 而这种共同生活的要求, 禁止我们以伤害他人的方式来获取利益, 要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 这也是一切法律的基础。 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 西塞罗利用自己对法律和历史的理解, 提出了很多有争议的, 但却很有趣的例子,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 比如卖家在知道自己要卖的东西, 有缺陷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提前告诉买家呢? 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哲学家中, 引起了很大的分歧。 有些人认为, 追求个人利益是理所当然的。 买家虽然不能欺骗买家, 但是却可以隐瞒一些信息, 让自己赚到更多的钱。 还有一些人认为, 向买家隐瞒信息同样违反了道德义务, 就像欺骗一样。 在这场争论中, 西塞罗坚定地支持后者, 认为一切交易都应该公开透明, 并以罗马法为依据。 这里西塞罗谈到的最详细的例子, 就是罗马将领雷古罗斯, 他被加太基人俘虏后发誓, 要回到罗马, 商讨释放加太基战俘的事情。 如果失败了, 他将返回加太基, 自愿接受各种酷刑和死刑。 回到罗马后, 雷古罗斯向元老院发表演说, 警告罗马人绝不能释放加太基俘虏。 这是个问题, 雷古罗斯应该遵守自己的诺言, 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 回到加工机吗? 即便是在如此极端的情况下, 西塞罗仍然把道德义务 看得比个人生命更重要。 他盛赞雷古罗斯履行诺言, 返回加太基接受酷刑和死亡。 因为在西塞罗看来, 即使对敌人许下的诺言 也是正义的要求, 只要符合道义, 肉体上的痛苦和死亡都不足为据。 好吧, 这是第三个主题论义务的核心内容。 西塞罗认为道德义务和个人利益之间 并不存在真正的冲突, 因为道德义务总是最符合个人利益。 我想, 通过上面的介绍, 你一定能感觉到, 义务是一本完美的罗马贵族 道德观的完美体现, 和我们心目中罗马人的崇高、 严肃、 自律、 热心公义的形象是完全吻合的。 的确, 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罗马贵族的道德教科书。 西塞罗将柏拉图学派、 亚里士多德学派、 斯多亚学派的伦理思想融为一体, 并以适合罗马社会的方式向儿子讲述。 他的文笔清晰明了, 文风高贵典雅, 立场平和, 还有很多历史和当代的例子, 让人看得津津有味。 西塞罗死后不久, 西方思想史上就出现了这种影响。 罗马诗人赫拉斯奥维德对此赞不绝口。 老普林尼, 罗马帝国时期的博物学家对论异物赞不绝口, 认为他值得每天阅读甚至背诵。 即便是在基督教统治的年代, 西塞罗这个异教徒的粉丝也不少。 著名的拉丁教派安布罗斯也写过一本, 关于基督教道德义务的著作。 这本书的主要来源就是圣经和西塞罗。 中世纪的神学大师阿伯拉尔和天使博士阿奎纳, 他们都从西塞罗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试图将古代道德教义与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 在文艺复兴时期,西塞罗被奉为神明。 《论异物》绝对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伦理学著作。 很多人文主义者将西塞罗视为金科玉律, 将西塞罗的教义直接复制到自己的著作中。 荷兰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默曾详细地评论过《论道德》, 认为它是一本金字书, 书中关于四德的论述就像神圣的源泉分成四个部分。 一条支流。 喝了这些水,不仅可以使我们的语言更加流畅, 而且可以使我们获得永生。 西塞罗的《论异物》是古藤堡发明印刷后的第三本著作。 前两本书分别是《圣经》和当时最受欢迎的拉丁文教科书, 可见当时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 在启蒙时代,西塞罗的地位越来越高。 法国思想家福尔泰、孟德斯鳩,英国哲学家休默、亚当斯密、德国皇帝、费特列。 其中有两个法国人的评价是最好的。 福尔泰说,再也没有比这更聪明的作品了。 孟德斯鳩说,他对异物很感兴趣, 他把它当作自己的写作范本, 读完西塞罗的书后,就放弃了写一本同名小说的打算。 还有孟德斯鳩的名字。 在《工作论法精神》中,他还借鉴了西塞罗的大量理论。 西塞罗对道德义务的推崇, 也对康德的道德认识产生了很大影响。 康德虽然批评西塞罗未能完全从理性角度解读道德与义务, 但康德认为道德源于对人性的尊重与道德义务的绝对价值。 而西塞罗对道德的影响正是由此而来。 好吧。 现在我已经差不多把西塞罗的理论解释完了。 再给您总结下本音频知识的要点。 第一,论义务,是西塞罗晚年写给儿子的一封长信, 教导他如何好好生活。 其中最核心的教义就是按照道德义务生活, 把正义放在生活的中心位置。 第二,西塞罗没有否认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 但是所有的利益都必须受到正义的约束。 现在,我们应该从爱中获得利益, 而不是恐惧。 第三,在西塞罗看来, 道德和利益从来没有真正冲突过, 因为道德永远比利益更重要, 只有道德才能使利益最大化。 第四,责任问题。 这部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十分精彩, 对西方思想史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在音频的结尾啊, 我再送你一个彩蛋, 这是思想史上罕见的一次猛烈抨击西塞罗。 他就是马基亚维利, 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 和前面提到的那些人不同, 马基亚维利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 西塞罗的道德论调显然太过理想主义, 并不适合于真正的政治斗争。 所以, 塔西亚维利认为西塞罗是他的主要对手。 在他最著名的著作《君主论》中, 批判了三个关于论义务的核心观点。 马基亚维利认为, 君主要是把人性和兽性结合起来, 狮子和狐狸, 爱情和恐惧结合在一起,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不惜作恶。 可以说, 西塞罗与马基亚维利代表着完全道德主义 和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 至于哪一种更好, 那就要看我们自己的判断了。